心裡的遺憾其實是很難過 而且安寧病房已經不限於是癌症了 對 有八大類的疾病都可以歸到安寧病房 像我自己家裡面有個長輩 她是八十幾歲 八十幾歲的時候一個阿嬤 她被整出她有皮膚癌 而且已經是末期了 因為她到後面就是會長一些 她的腳都會腫脹什麼的 但是她自己也知道 就是醫生有跟她說 然後家人也都知道 那為什麼要告訴她的原因 是因為尊重她的決定 因為她年紀很大了 所以醫生是告訴她 然後尊重她要不要做化學治療這件事情 因為年紀大了 做那個真的是會比較虛這樣子 所以就讓醫生跟家屬就決定說 一起告訴這個阿嬤 然後讓她決定 那結果沒想到那個阿嬤聽完說 她是化療 而且醫生真的很認真跟她說 你這個如果不做化療的話 大概應該剩不到三個月 因為發現的太晚已經是末期了 然後就阿嬤竟然是 她沒有難過也沒有就是沮喪 或者什麼 她說三個月 她用台語講說 如果這樣 然後呢 她就反而呢 反過來 對 她覺得說三個月好啊 她就叫她的小孩 孫子孫女 幫她規劃 帶她去她很多 想要去又一直沒有機會去的地方 結果你知道她到最後原本醫生講三個月 然後她沒有進行任何的化學治療 她就這樣子 她 偷偷你到她走的時候 她過了三年多 喔 她心情很 她心情很 心情那有免疫力就好 對對對 心情很 那有多少像她這麼看的可以 不知道 人都先憂鬱 會先憂鬱啊 憂鬱 我們每次在門擠遇到那病人來切片那個乳房 因為切完之後一個禮拜來看嘛 進來的時候 她自己進來 我就說 我都看說你自己進來喔 她說對 我跟妳講這個好像不大好 那個可能要處理 你帶你現在老跟你一起講要怎麼處理 結果出去都是在哭 都哭了一遍 對啊 對 都是這樣啊 當下都好像很勇敢 你跟我講沒關係沒關係 對 你就只講就好了 對 我去年也是胸部開刀嘛 然後我第一次去檢查的時候 醫生就說那個形狀很像是不好的東西 你知道當下瓜哥 你的爸爸媽媽 我媽就開始哭 然後我爸就開始想說 怎麼會這樣子 全家人等報告的那一個禮拜喔 因為你一個禮拜後要去看報告 到底是好的還是不好 一個禮拜 你整個 都睡不著 真的吃睡 尤其父母親會比我們還難過 我們可能就想說 那就等一個禮拜後 可是我爸媽完全沒辦法睡覺耶 就一直在想說一個禮拜後 萬一是不好的話 我女兒還這麼年輕 小孩才這麼小 就開始延伸出很多問題 所以我能夠提倡那一種心情 雖然是我後來是良心的 之前我在比較一般的門診 一般的診所是有看大人的 那之前遇到一個三十幾歲的媽媽 年輕女性 她那時候跟我說 她左眼皮跳了大概兩個禮拜 她有點擔心 她怕說這什麼特別的東西這樣子 那因為那時候病了很多 其實我大概說 嗯 看起來好像還好 我開個眼藥水 你回去點一點就好了 對 但是後來過了三天她又回來 就說 醫生妳那藥水點的都沒效耶 還在跳 到底怎麼了 然後其實老實說 她的瞳孔反射啊 視力啊 各方面都是正常的 那 老實說是沒病啦 那但是妳又是要用一些 要愛護她一下 病症 對啊妳總是要跟她講個理由嘛 然後她就說 妳這個可能是 最近用點過度啦 或是說一些交感神經 最近比較不協調 那我給妳一些 那個肌肉的鬆弛的藥啦 或是一些維他命 這樣妳吃完應該是OK 其實我內心是想說 其實左眼跳柴右眼跳窄 最好的方法就是 妳去買一個樂頭 應該就不會跳 但後來就沒有再回來了 接下來我們看善意的謊言 剛剛妳沒有講 善意的謊言有好的嘛 可是也有碰到 萬一當心延誤治療黃金期 所以有些人是乾硬化 像我的病患就常常有乾硬化 到末期他就需要換肝 換肝 換肝的時候就 當然一種是等器捐嘛 那一種就是家屬捐 那家屬捐的話就是小孩 大部分就是小孩 年輕 比較年輕 那最後要看整個親子關係 那個時候就是天人交戰的時候 那我印象有個深刻 有個51歲的先生 那時候我看他評估他狀況 可能會陸續會惡化下去 就需要換肝 那這個都要提早準備 提早準備 我就找他 因為他已經後來離婚了 就只有他自己獨居 我請他兩個女兒過來 他女兒大概二十多歲 兩位 然後我就跟他 告訴他爸爸這個情況 結果我一講完 兩個女兒都說 沒問題我們願意捐 兩個女生都願意 就說好 我就說那這樣我們可能 之後要準備來比對 那自己也只能一個嗎 對他兩個人都可以來比對 要看誰適合 看誰適合 對 可是隔一個禮拜左右 他就是這個爸爸 這位病人 就是自己一個人 跑來門診 他跟我講說 說他回去想了想 他覺得 不要給他兩個女兒捐 他不希望叫他女兒捐 我就說 我說為什麼啊 他們願意啊 他就說 我知道他們願意啊 但是像我的大女兒 已經結婚了 剛結婚 小孩才一歲多 我不希望他這樣捐給我 然後讓他整個家庭 影響到他 會來幸福啊 影響到他整個家庭 我說喔這樣子喔 不然還有一個小的啊 小的 他說我小的還沒有嫁 他說還沒有嫁 他沒有嫁人 他嫁 那去他如果捐肝給我 他身體傷口那麼長啊 他以後還要嫁人 他整個嫁人 他自己後來我們還是安排 也是等那個器捐 很濕幹 很濕幹 後來隔差不多三四個月的時候 我有在遇到那個病患 就是他回我們門診 我就跟他說 那你這樣外科幫你排得怎麼樣 他說其實有喔 有跟他聯絡 他說大概前幾個禮拜說 他半夜大概晚上十點多 打電話給他說 已經輪到你 就剛好 就是你符合 然後你要不要來接 但是你只有 好像跟他講 不知道一個小時兩個小時決定 叫他趕快決定 要就馬上到醫院來 不然他輪到下一個 因為他們可能有時間的要求 對 然後我說那你是怎麼想的 他就說我想要問我 他說晚上找不到我 那我就說你要是問我 我一定叫你去開 叫你去開 他說其實我也這樣想 可是我還是不敢這樣做 我說為什麼 他說他那個差不多 他說大概二三十萬 至少還有至少還有 至少還有至少不翻付 大概二三十萬 要花錢 所以是價錢的問題 經濟問題 那你女兒兼給你不用二三十萬嗎 其實更貴 對啊 也是要錢啊 那就是他還是強很多 他就覺得說萬一好 那成功很好啊 那萬一如果手術 如果有併發症啊 住院要人照顧啊 這個要花二三十萬 你懂意思 他可能會火化啊 最後呢 最後 最後他大概都沒有辦法 他沒有換肝大概沒有辦法 什麼都沒做 都沒有做 所以就延誤了 其實就延誤了他的病情 我的病人他就是在 已經到進來要準備開刀了 他當場去反悔 因為麻醉科告訴他說 然後呢可能這個 因為他年紀大了 然後他只是開一個 這個就是 應該是開 我想想看 反正就是腹部的手術 那開完之後 他是說可能在麻醉的情況下 年紀又大 有可能因為心臟可能要住 心臟沒有辦法負荷 可能需要住家戶病房 那可能因為怎樣怎樣 講完之後 他就想一想 他就說 他不想拖累他太太 那他現在可以 能吃能走能喝 OK 所以他覺得 算了他就不開了 那時候我們告訴他 可是你不開這個手術 你會有一些後遺症等等 怎麼樣 他說沒關係啊 無所謂 他就不開 他不想承擔那個風險 對他就是 我想跟那個換肝應該一樣 他可能自己會害怕 然後又想到拖累家人 有時候真的要告知 因為我的病人就真的這樣 他六十幾歲 他三年前開過肝癌 事實上肝癌的復發率非常高 五年大概有80% 幾乎都會再復發 那個病人他三年就復發了 復發之後我就跟他講說 我本來跟他兒子講說 可能要開第二次 因為他只有一顆 我覺得那個還可以再開 再開是對他來講最好的 而且還蠻簡單的 可是他兒子死都不可能 讓我告訴他爸爸 因為他說他爸爸 上次開刀 鼓起非常大的勇氣 才讓我開那一刀 這次如果再跟他講說 要開刀的話 他覺得他爸爸一定不會接受 第二個他一定會放棄治療 所以只要不要做 我說那一顆在那邊很小顆 很可惜 現在還非常的出奇 很好處理 你這樣子擺著 我要怎麼那個 他說就是不能講 我說後來我就騙他爸爸 我就說 阿伯幫我們住院好了 我們住院 我幫你做一個血管酸塞 他說為什麼要做血管酸塞 我說要幫你看清楚一點 因為肝癌如果你不開刀 我還可以用酸塞的方法 我就說 我就騙他說要檢查得清楚一點 就把片劇就酸塞了 我就把他酸塞掉 酸塞掉之後 可是那個塞的時候 沒有很成功 就是塞的時候 那肝癌沒有消掉 我在隔一個月之後 我在做調查發現他還在 我就想說還要再酸塞一次 可是阿伯死都不肯再住院了 因為那個酸塞其實蠻痛的 他就說我又沒有復發 為什麼要一直住院去做這個檢查 那麼痛 那沒關係 推進你把他打昏迷就好 沒有後來 他就不肯住院嘛 我就後來就把他兒子叫做 說你們有沒有辦法讓我 再做幾次的酸塞 你上次一次沒拿那麼好 對 他兒子都不肯 他兒子就說他們實在 沒有勇氣跟他爸爸講 他爸爸非常非常固執的一個人 沒有辦法 後來就突然就沒有一個兒子 他就是願意承擔責任 他大兒子不肯 我就說那你叫另外一個兒子 跟他講 趁他睡著的時候 沒有後來 那個病人拖了半年 都沒再做任何治療 半年之後他回來的時候 我再做了一次電腦斷層 就 十幾顆 在兩邊的肝都是人 後來他病人在半年之後 就往生了 其實我蠻氣他的那幾個兒子 我就覺得 我那時候有罵過他們兒子 我說我覺得你們很沒擔當 我說在他可以治的時候 我覺得我一定可以治的時候 你竟然不讓我治 我到時候有跟他兒子 就是幾個兒子叫過來 我都一直罵 只差沒有吵起來 就是因為蠻氣的 就看到伯伯 就一直變差 一直變差 每次他只要回來 我就他只要一出去 我就對他會講說 你們講什麼 因為他每一次出去 都會跟我講說 他們下次一定會講 這次回去他們一定會開箱 就每次都沒講 就每次都沒講 在醫院裡的醫師們 還遇過哪些故事呢 精彩內容千萬別錯過 離開箱